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10公里啊 这是王菲老师可以为我给大家介绍的 可能是大家除了这个行政职务以外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的胡老师的一些基本的介绍 那今天胡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主演讲 是对AI技术在游戏行业的利用场景 那我们也欢迎胡老师就来做具体的主演和演讲好吗 好 谢谢 请胡老师拍什么面的演讲 好的 娜娜 你把全员经营一下 OK 好 大家好 我是今天这个演讲的讲者叫胡志鹏 是来自网易 目前的话负责网易的微博游戏 研发工作 我是我刚才已经介绍过 其实是最早要毕业的话 是在这个文文学院研究院 然后之后的话觉得反正就是 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科研到产业落地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节奏 所以的话在做几年之后就有点事情 做一些实际的一些业界的工作 本身很喜欢游戏 所以就造了游戏行业 今天其实本身我一开始是刚选了一个 你刚刚说的是一个介绍AI在游戏行业的应用 再过来的话 我考虑一下就是 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美院的学 就是我看是设计系的同学 设计系的同学最多 所以之前想把演讲稿整理了一下 主要是从工智能与美术设计 再到游戏应用方面来做介绍 好 我接下来的话就共享我的窗口 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 好 所以今天的题目我们也换成是 人工智能与美术设计 分为三块 然后如果讲完之后有点时间的话 我们会做些答应 那么第一块的话我们会大概讲一下 人工智能在美术设计中应用 第二块的话是用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些 就是说比较实用的工具 同样是用容工智能方法 就是让大家没有太接触过一些具体的 一些技术的 大家能够享受这个容工智能给大家带来的 这样的设计能力 第三块答案就是还是回到我了 就是游戏 那么介绍一下容工智能这样的设计方法 在游戏中的实践 首先的话我们第一部分是 人工智能在美术设计中的应用 不知道这对大家有没有工程上面 现在能不能是输入 如果之前在这道上课的话 就是当然也是 让大家互动 但是您的互动的话 因为大概有20秒的延迟 所以一般都是用文字互动 那这里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两幅图 就是属于对能够让自发项 哪一幅是 出的能够让自己的手柄 哪一幅是AI创造的 大家 方向可以敲一下 我们有时间关系马上公布答案 所以第一幅的话就是 请忘了自己的自发项 下一幅的话是AI 叫做下一个人 那么其实第二幅的话 其实是通过AI学习了 文朗朗这样的情绪的风格 然后用绘画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些风格上面 我们知道文朗朗的著名风格 是他的脸部的这样 调干脚的光线 就是用精准的调绘 而且这幅画的话 其实AI做出来这幅画 也请了很多专家去做评定 那么专家也只能通过 他可能在一些年代 比较上面的一些温量的变化 去创造真伪 我们对于东南国来说 这不是被人的调整 对 那么我们之前的话说 文朗朗刚刚就是兴起的时候 就是在 你记得五六十年代 然后后来经过了一个成功 再到后面 近期的话是因为从 这个 这个 你生来战胜卡罗布之后 再到这个 围棋界 我们知道阿卡购 但是你事实 它会新起来一个新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 热的一个浪潮 但是在这一种浪潮 还是很多人 因为我们就说 文朗朗在这个解决 因为创造力方面 还是可能会比较困难 创造力是被是 那思想最终的堡垒之一 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 最近几年 运动政府 逐渐向设计和创业能力在渗透 那么 这个也是两个例子 2016年 比赛的运动努力 划作台湾 开出了这个8000美国 这个 就划作什么意思啊 这个 就是在 听讲的这个 能量解决 可能会 给我的感觉 会比我感觉更深刻啊 那么 那边的 Wassner打造的 这样一个全球排名第二的音乐 那这个也是其实是 英文智能的一个创作效果 那么 嗯 那还有更夸张的就是 这幅画 这幅画是2018年 把国际艺术品 Obius 他从这个14到20世纪的艺术品中选取了一万多幅家座 跟AI学习 然后呢 就让AI自己去画 对吧 其实这个过程也是不同的 最后 得到这么一幅画 很像一个男人的一个肖像 最终的话 进行拍卖 拍卖出了43.2万美金 这样一个高价 当然对这个拍卖的这个价格的话 其实 大家人的建议 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艺术品的这个市场 这个价格主要是取决于 并不取决于它 它到底是真实的值多少钱 因为这可能好像是取决于 这个买家愿意出多少钱 那这当中有没有草莓的成分也很难说 这个就像我们网易的这个之前 这个胃羊猪肉 第一次对外公开的这个出售 那拍卖出了10万的一头出的这个偏价 但它实际价格 价值肯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价值 那中间肯定有广告的成分 有可能 但不可否认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了 就是AI它正在向传统的 这个就是我们说为说 这个人类思维的最后的堡垒 这样创造了一些方面的生活 那我们注意到的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这里的话 这个画作的右下角有一个签名 这签名其实它不是画作的作者 我们做的知道它是这边军 它其实是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话就是 其实是一个电的公式 就是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存对抗性网络的一方式 这个公式的话实际上由它来进行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绘画创作 那么干是个什么概念 可能在做肯定同学 有些同学多少人听说过也有可能了解过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的话它简单的说就是 它其实分为一个生存器 就是负责生存这样的一些画作的 还有一个判别器 那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这样的艺术品建设家 它不断地鉴别你的这个画生存的画作到底是真是假 那么一开始的话 我们的这个生存器就是我们计算机的这个画家 它其实什么都不会 它随便就随机生成了一幅画 然后就把这幅画就交给我们的判别器 那么我们的判别器一开始是做准备工作的 它是拿到了非常多的真实的画作 然后再拿到就是不知所灵的画作 就是假的画作 它去学习了什么样的画作 大概是真实的画作 什么样的画作是假的画作 当然这些学习的过程对我们人类来说是配合了 它就是生存了非常多的参数 然后通过这些参数通过这张网络就能够做出判断 那么当这个判别器 它拿到了我们生存器的画作之后 它一开始肯定它是什么作品 乃七八糟了 那就不过了 给它打个零分 那么然后赶快给我的生存器 我生存器看到了这个判别器赶快 那么它就会做出一些改动 比如说这个人的眼睛不可能长在这里 耳朵不可能长在脚上 耳朵不可能长在脚上 它可能会做一些改动 然后再输出一个相对于马赛就好一点的这样的课程 再给判别器判别器 判别器一看有点精度 但还是看似假的 给你个三分吧 就这样的话不断重复 相当于我们的判别器是一个 一个非常严厉的老师 不断地告诉我们的这个生存器 我们的学生 这个是假的 你做假的 那么生存器不断地学习 到最后有一天 我们生存器 它终于生存出来一张图 那么判别器达到一片 它居然没办法判别出来 是真是假的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就说 那么这个生存器 就是我们的学生就可以出师了 相当于能够具备了 一定的绘画的创作能力 这样的创作能力的话 它到底能创作出来什么样的作品 因为它本身是属于它内部的 已经靠投资的来自的 所以我们是很难判断它 它究竟会生存什么 这也给人带来非常多的惊喜 那除了这样的 就是通过干的方式 我们去进行这样的 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创作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 人工智能的技术 在运用到我们现在的 就是设计能力 常见的 比如说去背景 然后加替换这样的背景 替换背景 飞带的 不像的台客处女等等 非常多 包括就是在影片的修复 还有就是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 我们的其他人大八 它有这个智能设计系 路班 那么在这个创西时间 它大概做了11.5路 这样的一段的话 就是全都是这样的 就是智能设计 一个智能核心设计的算法 所以就像我们老公家 这个温然的小兵 对吧 这样小兵 它是非常多的 像在人工智能 这个设计上的一面 所以基本上的话 现在的智能设计概念 就是说 我有一大堆的数据 这个其实智能设计 这个概念 它不可能出现在 20年前 或者30年前 那时候计算机的能力 计算历史 那么在线的数字化的内容 有持不够的 所以其实 我们智能设计 非常依赖的 就是大量的数字化的内容 通过数字化的内容的话 你放在数据库里面 成果皮球分析 创进去大量的生成 设计评价 最终的话 我们作为新链算法 展出我们设计的 最终的一个结果 那么人工智能 在美术设计的身影 已经无数不在了 在这个方面 就有极大 极大的是提高了 我们的创作的新层力 这个还是刚刚的那个 同样是那个 就是GAN 就是公式的 可以看到 那么 通过这样的一些 形成 就是 我们正在美术中的 我们可以生成图像 我们生成图像 最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几张照片 图片 一开始我们是生成 非常小的 32x32的 这样的 所以再大了 我们就 接下来不断的变大 办法也不断的扩展 不断的变得更加的 让人生成 变得更加细节 更加的逐增 现在我们已经 到了1024 1024 上一个非常高分辨率 这个是 就是NVIDIA的 大概是多倍子 GAN 它到了 现在它们的生成 这么多的 这些 所有的 所有这些人其实都是 不存在的 就 他们都不是真理 都是 都是 像我们 就通过这样的 营养智能 算法 给算 那 让我们 通过StyleGAN的 这样的 就是 风格化的事情 这样的 对看网络 信心对看网络 信心非常多的 像一些 我们感觉是 非常接近 某种艺术风格的 这样的 这样的 是像 印象派的 就是 营养化 就看到 所有这些 规划作品 其实都不是现实存在的 而是我们的 就是 工工智能技术 艺术家 就刚才我说的 这个 学生 他自己 模仿出来的 根据学了 无数的 规划之后 就是这些 帽 帽 帽 这些帽 也都 是 这样 全都是生成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还是有一些 瑕疵了 就生成出来 有一些瑕疵 比如说 这些 就是边缘 有一些 像 博弗 还有一些 瑕疵 但总体看来的话 已经非常非常地 就是接近真实 只好以后 你长眼看出 你不会认为 这是生成出来的 同样的话 我们因为有这样的技术 我们这个技术 可以 比如说我们 实现很多 就是说 我们风格的 迁离的一些结合 来激发我们 一些创作的敏感 就是说 像 那这里就是说 我们延迟的图片 就像一个 艺术化的作品 延迟图片加 艺术化的作品 可以简单的 风格串运 迁离 这些其实 这里的算法 像WCPJ的算法 基本上 是可以做到 实时的一个 风格串迁离 就是 我甚至就可以用 这个风格串运 直接就是 用于视频楼上 然后把整个视频 进行风格串运 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创法非常快 就是这大的系统 就是我们这大的营用 生鲜式的系统 它的默然 这些是可以 也是我觉得 现在看过的 就是 通过 我们智能的生成画作 通通用于我们 传统的这样的 国画艺术上面 就是非常 大纸 看上它的分码 我们非常的有实 里面当然有非常多的 细节 我们最近大火的 抖音的二次元的风格 那自己的话我原来 人就是 多么这个人 就是风格签约的时候 我们就拿我儿子的 他在前浪江边画画的 这个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然后去 它作为这个例子 作为一堆这样的 就是做玩的一些东西 这些其实可能也毫无这个艺术价值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 可以就是风格迁移 通过非常简单的这样的风景 能够帮大家打开 这样的 作为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相当于进去吧 可以天马星空的去做一些尝试 就像原始的画表 我们把这个 看见秀的 国画家 俊文化家 大家把这张照片 放在一起 就是 把名称派工作 780的工作 有的还不错 有的我觉得是 看上去也是比较糟糕的 瓷秀的风格 这个就是 非常多的这样的预境 可以供大家去选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玩 然后人工智能 还有一个命名就是超分辨率 超分辨率 然后我能够 就是自己学习 然后能够去预测出来 低分辨率的这样的图片 当我放大数倍之后 我在高通批评率的情况下 要怎么样去把细节迷读出来 以前的话都是采用一些非常纯数学的方法 并成这样的差值 效果也不会太好 要么就是 太过锐化 太过模糊 所以现在的话 我能够这样的 就是能够这么多的技术 能够实现效果面对效果的非常大 能够生成精细的细节 还只保持实际的原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密度 或者是一个非常就是 面对非常小的一个视频 然后在我们新作的这个 能够生成精细的 它的系列 感应就是非常好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还可以看到这个 能够生成精细的 还有在 人工政治作社 最近就是 对传统的战略者 是个埃作 所以它对传统的 这一个补充 通过人工政治的 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脑子照片 就是可能大家现在 当你可能还有一些像 你自己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以前的一些脑子照片 现在经过数字化 比如扫大树女之后 可以把它数字化 但是它还是会白色的 那我们就用了一件 来上色 原出来当时的 这样子 是实际的一个 就是 色彩的一个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看是一个 很多年前的 六四年六月的 毕业造部 至今的话 已经有50多年的这样的历史 通过这样的一个车材 把人出来给照片的效果 这个还是蛮鸿亚的 这种情况效果 视频的作品 黑白的视频 这个可视频作品 可能对于我们一些 就是新传统的 就是人家经典的一些 什么电影 就像前的 黑白的一些片子 对于我们带来不一样的 体验 而运动制 还有非常多的 运动就是说 知名自己的收集 还有最近比较流行的 就是一个big fake 那个big fake 让这个发生的 我们给动起来 甚至可以改变这个视频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几乎是 就是非常天然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没有感觉到 在修改 实际上它已经是进行 免免的替换 那big fake 也是一个 目前来说 是一个充满争议的 一个技术 以前去年的时候 在去年的时候 有段时间 一两天 是出了一个 APP 叫做 Woo 来讲的 就是 其实就是用 big fake 技术 做的这样的 一个 免免的 一个替换 然后 就 造型的原因 下架了 那我分析的话 还是因为这个技术 它本身带来了 非常潜在的一个 会引起 公园网 内容困乱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国外的话 其实大家也 这个问题 也受到非常多的 这样的关系 而共识 特别是 用这样的 big fake 的这样的 然后 有你政治 没有讲话 它可能会产生 很多混乱 现在这个技术的话 其实是 大家不断的 然后再也再寻找能量去破裂它的方法 然后还有一个能量性 可以从文字到头像的形成 头像到文字的形成 我写一段文字 那么 我们来数一下 所以就要在树上 接着就交个计算机 它就根据我们这个文字 可以生成 相关的文字 这个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 然后还有图像到图像的 可以把一部冲天的图片变成一个夏天的 把一个照片变成的 比如说把 普通的码 变成单码 一个橘子变成一个苹果 这些可能是用一些 很高级的这样的 这样的 cycle-gap 能够无监督的这样的生成 方法 来去做 而且这些的话 其实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大家不需要了解 里面的技术细节 在网上都有非常多的工序 所以直接下载下来就不用了 非常地方便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 通过这样的 也是通过这样的技术来做这样的相当于做画 通过色块指定 指定一些色块 指定一些 就是 区域的这样的一些在物理的意义 然后就告诉这些去画出真实的 点 去画 这也是刚刚就是讲的这个莫远埃的系 那是非常党兴兴的文化 它包括了这个 智能生成自己设计 这种则色超空间率 这个是这大 就是我们这大队上的 系统 其实有的时候 你看到这样的作品我就在想 因为我也是就是一个小 其实我儿子大家看到大概七岁 其实像我这个年轻的父母大家都 说平时比较焦虑啊 有时候鸡娃 然后又带我 参加各种班啊 游戏班啊 绘画班啊 很多英语班啊 这种班 但是其实仔细想想 在20年后的话 其实也许大部分你在这种 就是班里面学到的 当时 其实你的技巧 虽然可能学过自己 你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 是有可能是比得过 一台这个AI这份机的 这个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尤其就不用说了 对吧 像我觉得绘画 如果你只是前途 都只能有这个篇幅 你就会去学习 那基本上的话 就说不定是很大程度上 你画出来的话 是能够通过 时间计划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 刚才讲这么多东西 到底用什么样的工具 能做这些事情 就是大家提一下 就是用这个 就是一样好的一个工具 真的是傻瓜式的工具 叫 Runway 大家去记录一下 可能有些同学 可能也听说过或者用过 几乎不需要这样的 电视经验 就去 它是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这个软件的话 可能就是把它搜一下 然后它造成的非常简单 下载下来 最多就不用 然后当然 如果你要去训练自己的模型 和自己的材费的话 你是需要去付费的 可能还相当于 它也不用了 它的这个云端的一些算 你需要去付费 这个还难对的 我之前去用两个这样的 就是自己的这样的模型 但是你差不多的话 你各个都是要 其实女人开始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这里非常多的线程的模型 你可以去准 就是同样 非常多的这样的 也是 对 你让新型卡通 比如说上海有个新型卡通的这样子 基本上的话 你输出 说输入都非常简单 输入 要寻找的模型 然后输入的话 你输入几张图片 然后输出 输出之后 根据这几张图片的话 你选择合适的模型输出 输出之后 就可以得到相关的这样一个程序 应该是黄山吧 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图片 可以上一个山水化的话 然后经过这样的一个 通过的迁移 我们就对他们到最后最终的输出的话 它的这样的一个拖铺结构 它保持原始的照铺的拖铺 让它的通过已经变成了 是山水化的 非常简单 这个其实就是 就这个软件非常非常厉害的 大家尽管不需要了解 最后的生存式的技术 你可以去调节各种参数 比如你可以调节到 角度啊 面板度啊等等 然后点一下这个最下角 右下角的 就让人多点 它是远程区给你 不便传到远程的区区上去 好 我按这种 那我们也是用这样的 因为这个工具 我也是 让我们的 就是 各媒体设计中心的我们的同事 就是去做了一些 因为他们主要是设计游戏的海报嘛 那么 以前的话都是 可能自己要做 这种工具要去做 那么我 就让他们 尝试用这样的工具 去做一些不同 不一样的东西 还是做了蛮多有意思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科幻题材 就是科幻家 这个Cyber Hunger 题材的一个 形容 怎样去 就是 风格做出来 他们做了一些尝试 比如说 你做这个是 原画是一个 就通过风格 就通过了一个 然后再加强一个 太多风格题材 或者 另外一张画 然后进行一个成的 风格牵引 就是蛮有意思的 这样的一些新的海报的效果 这个基本上是 就是一键就不容易 它也是生成了蛮多的 起做的 大家可以在设计的时候 如果找不到敏感 可以去试一试 这些都是通过风格签 来做的 它特别适合做一些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传统的 手绘的一些风格的 一些就是传统风格的 比如说 较米奇棉画 这些东西 这些棉画的这些风格 这些一些 那么我希望把它变成一种 现代的 另外的 说现在 我们变成这种 它们变成这个 如果变成这个 就是 二线卡通的风格 等等 那我可以 找到相应的 这样的 希望 能变换 处情的风格的 这样的铁片 然后进行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大概还有 二十多分钟时间 就可以介绍一下 能够智能在 玩意游戏中的实践 跟前面的 有一个相关性 那么 首先的话 就是我们 我们游戏 我们有一个 专门的 人工 智能的 实验室 叫做的 游戏 实验室 它会愿意 使用 人工智能 点亮 游戏的未来 那么我们实力是 通过人工智能的 技术 在游戏中的 全面 释放 创作的 新产力 和核心玩家的 体验 大家 通过这种 纯粹性的 交互体验 带到 各个领域 通过每个人的 进行世界 那么 这个实验室的话 我们大概是 有 一个方向 在有一个 同一个大的 AI 平台 就是 一个 的 这样 首先 其实跟大家 就是 最接近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实际上 能工智能的 这个玩意的 图像动画组 所以我们做重来 介绍这个 平台动画组的话 我们是 做了非常多的 有意思的工作 这个工作的话 是我们来做 这个 智能捏脸的系统 那不同的工作 机构拿捏 自动塑造 游戏的脸 我们可以 就是 嗯 动捏脸的话 我们可以 嗯 之前的话 我们有 如果我们要 在游戏内 我们要 嗯 做一些 就是路人的NPC 比如说 我要 在街上 行走的 武侠的 感觉比较强的 小姐姐 要有两个 深厚的 用人老妈 提给美术区球 去找 这些素材贡献 东西 改吧改吧 然后给 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 可以自动的 精神 对于 然后呢 不能自动的 图装 当然我们现在也是 嗯 可以 嗯 对于 服装的话 我们可以 自动生成一些 服装 有实施的文语 一件替换 实施的材质 一件文语 啊 不同的材质 大家这个物理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动作不一样的 有实施的材质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风格的材质 也是运用在我们 有实类的 这个就是 颜图是这样的 啊 就是 是一个 要有的 色带渲染 然后我们可以 把它变成 这个轻轻上合作风格 变成油画风格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颜图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水墨 这个水彩化风格 其他的一些 然后此外的话 我们像 呃 游戏类的话 我们之前因为是 我们游戏是 游戏类的色的字体 我们是请专门 在我们的书法家 帮我们来写 就是 那种 变形的兽心体 那 那可能写过 有六七百个这样的字 用到各种查点啊 各种这样的装饰上面 还有比如说 进入场景的 这样的 出入场景的标题 那么 那之后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要想要 比如说出新的场景 或者是 有新的这样的调点 需要同样的主题 但是不同的字 该怎么办的 那么一个方法的话 就是不断地去拜托 我们这个 跟我们合作的一个 这个书法家帮我们写新的字 另外一点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自动生成 根据旧的这些 他已经写过的 起来过的 去学习它的风格 放到新新的 真实的受精体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一页上面 我们输入的是标准的 这个 可以生成我们自己的受精体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 它感觉还是到我 像出风的 中间那一页 其实都是我们的生成 然后我们游戏内 还有这样的家园的系统 就是可以玩家 自己固执自己的家园 那么这个其实是很 就是很需要这样的 艺术天宋的规划能力 就是这么大块地皮 有这么的东西 怎么搭起来更好看 其实非常考验 玩家的空间感 和这样的 尤其是规划的 那么也提供了一个 就是通过玩家图样 能够自动生成 专业的方式 大概多划一下 你需要在哪里放房子 需要哪里放树 你开个核道 可以自动的去生成这样 这也是我们刚刚完成的一篇 就是初选欧洲图形 世界会议的一篇 就是用2D的图 照片生成单位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通过2D照片 直接生成在我的世界中 就是做到3D的模型 以前的话 你在我的世界里面 去生成这样的模型 去搭建这样的模型 可能真的不是每一个 同样都能够做的事情 必须要有足够的 这样的一个意识 需要有足够的耐性 时间 你可能去搭建 你也看到 就是在世界里面 有非常多的神 有非常多神人 对吧 搭建了非常多2C的这样的作品 包括出源的故宫啊 等等 现在我们提供的这样的技术 插件 提供给大家 其实每一个人 只要你能够找到 比较好的这样的参考的图片 都可以生成自己的 这样的具体的模型 人人都可以成为大手 然后我们也做一些 就是游戏类嘛 我们游戏其实要让这个游戏的世界 变得更加真实 有真实感 那肯定就是需要 就是我们的MTJ 我们需要有空腹的表情 有动作 有空腹的动作 最近的话 就是大家也 不知道有没有玩 就是刚出来的 这个末日2 24242 那其实 大概玩前15分钟 你会非常的惊讶 就是现在游戏 拍一几个大手之间 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几乎你是在看一场 这种的电影 就是每一个新年 这个细节 工作系统 都是那么的精细 那这个其实是 目前来说的话 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 工作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 这个文化智能技术 来做 或者说就是 细节的工作 至少做一个粗的版本 在这个版本之上的话 我们的艺术家 在进行细节 能够达到一个 就是真的是一个 能够快速地 展出大量的 更加细节的 能够快速地 把整个动作的能力 进行 这些都是实时的 就是说我 实时的动作 请大家可以看到 嘴角的一个变化 在这些动作 在这些动作 我们一起划 一起划 在1910个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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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的 选择 那么 基本的最后的技术 很简单 就是 我们在同视频里面 再去出口中美国的方向 在右边的角度中 把这些的角度去 然后去逆射到我们的逻辑上去 那么有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查验 就是我们所有的 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的生成者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手机就可以 然后在手机上面 你把自己想要比如说录制的 比如说舞蹈动作什么动作 你就录制一遍 然后就可以输入给一个游戏类的模型 然后让它去做相对的动作 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后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 你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事情 你可以在用某一个游戏的环境和平台 去拍自己的微距往去的 你有配音也有动作也有面部表情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动作智能的萌皮 萌皮做智能萌皮 现在的话其实萌皮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 就是萌皮的话就是我有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表上有非常多点子 今天三万个点 那么我通过骨盒去驱动它 那么一个骨盒驱动几个点 那么怎么样确定每个骨盒去管哪些点 这个其实之前都是人工去手工去设定的 这个工作量非常的感激 那可能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模式 你要几天去萌皮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通过自动的去 通过萌皮智能的方式去学习 以前的萌皮的经验 然后自动的帮你去萌皮 就节省百分之九十七的一个工作时间 基本上以前 需要一个礼拜 我通过现在几个小时就往上 再看到其实那个效果的话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那之前的话一个就是 就是动化萌皮的专家 他在业界里面是非常抢手 也就是他靠这项技术可以 可以说是终身的受益 那现在的话 我相信再不可几年 基本上这样一个感觉 就会操作完全的消失 一个这样的工作 它是一个完全的 没有预先了工作 所有这些动作都是通过 听到这个 听到三段音乐 根据音乐的节奏 听你会他的意思 然后申请了三段 就是所有这些动作并不是我的意思 然后对于节奏 对于节奏 做非常多的动作 就这里并没有工作工作 也没有我们的艺术 参与它是想象的 去一针一针的去把这些动作拍出来 是我有很多个困难 关于这个模型的动作 然后呢 听到这段音乐之后 我把这些动作 进行随时的组合 评伐处理最终会配合这段音乐 形象的动作趋务 这个是我们做的另外一个工作 是做这个永远能活的工作 简单的说就是 有非常多你 比如说现在其实在社交软件也好 也好 自己的照片 要么你用一个就是你喜欢的一个卡通人物的头像 我们的方式的话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的卡通人物的头像 然后把脸部替换成自己跟自己很相似的 这样的一个 产生一种专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头像 这里还有一键让自己的图画冻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圆图的话 就是两张圆图 一张是山区的景色 一张是这个牧场的景色 通过我们的文工智能的学习 和这样的一个驱动 就是让天空的零彩都冻起来 自己能够展现年纪的效果 除了这个就是在我们文工智能 在视觉相关方面的这个命运之外 我们还文工智能还可以在语言 表情动作交互等各方面 提高了一个脸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个的话是我们文工智能 在战源处理做了一个智能的创作 它是我们就是战源处理给它 用这个这个自然处理 就是战源的方式写的一个诗 这个诗的话其实是相当于机器写出来的 是为今天的我们的这个讲座专门写的一首诗 是长头诗大家应该看得出来的 它的头部是 就是中国美院 中流多鸟云露 戏不化开 美灾荣荣荣浴 愿不出开 就是还不错啊 就是基本上的话还准备一种 是一个很懂得就是是怎么样去取悦这个 就是我们演讲听众的一样的一个AI机器 这是另外一个生成的一个现代式 这个现代式的话我们只需要输入一个题目 接下来就是它自己去生成 这个题目的话我们这个就是 主要区域的我们学是用了蜂脸这个题目 你觉得这个屏幕有失忆 同时的话我学校名蜂脸是老先生是我们美院的第一用的 这个现代对它为题目 做了一首让AI做了一首诗 此去今年人看望 面归来时你在身体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我自己的话 本身我自己业余的话也是一个诗词爱好者吧 今年的话也参加了一个中国诗词大赛 所以就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浅浅薄的一个诗词来看 我觉得目前来说它AI的生成的诗作在应该是超过了 绝大部分我们很多人都在 当然它你真的就是说 所谓的这样的就是 非常经典的这样的诗作 就是那还是不论带这个印记 还有这些上面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我们经典诗诗作上面非常多的一些意向的这样的转换 这些的话其实AI目前可能是不具备的方法 所以的话NAP这块还是有非常多的路 我们还有一个小组是做强化学习的 强化学习简单的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几乎现在就很同于大家理解的AI 就是从这个阿发勾打贷我们的一次性开始 其实这些就是每一次能够让整个 就是整个社会已经发轰动的 这样的文明智能的一个试点 很多其实是从长话学习以外 包括就是生产战士们 就是这样的 长话学习一开始是玩一些阿发勾的小学习 到了开始现在是研究星期真大 然后在Dota比赛中打败有没有玩家 然后最后是在两个礼拜前 我们用国类的这样的一个 AI的一个创业公司起源世界 它的AI打败了我们人类的底部的成熟 你们可以看到成话学习 在游戏AI上面的应用是做得越来越好 基本上以前的话我们玩游戏我们都知道 如果没有一个起步相当的对手 其实是很不去的 如果每一场游戏都在碾压对方是不去的 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个 每一场都碾压你的对手 那也是很不去的 那么通过长话学习 我们训练出来的游戏机器人 他能够根据你的战力 非常好的调整他自己的战力 然后陪着你来 然后每一次跟你打的 比如二重中 打的不相上下 最后在非常不经意的情况下 然后非常弱小的差距输给你 你觉得爽 这个其实就是AI 强化学习AI能给大家带来 这样的 所以其实像 评论的王者荣耀 这个项目主 他其实有非常多的 就是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其实是我们通过长话学习 训练出来的机器 他在和有没有个玩家在做对抗 这是我们长话学习 学习出来的 他通过合作的长话学习 来进行这样一个3v3篮球的样子 我们还有一个组织做这个用户画像 通过大数据的方式 然后进行用户画像 然后来检测外挂 就是智能推荐 这一块的话 其实跟大数据的应用相关性很大的 其实基本上现在的互联网 大的互联网企业都在做这种事情 然后通过后台大量还能数据学习 去调解玩家型的预测玩家型 然后给玩家合理的推荐 我们还有个虚拟人组 其实就做非常多的就是我们 最终的工作是让你做出一个 能够被真的被所有玩家都喜欢的 有虚拟人影像 我们输入台词 自动生成表情的动作 我相信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类 因为各种事情不像 而来自未来的我们就不会 所以今天我把这个事情 来教大家如何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刚才讲了这么多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人工智能 这一块 就是从技术来看 好像离大家很远很远 但是实际上我相信在未来 都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 对于我们美院的同学来说 我们大家就是将会组织这样的艺术的样子 其实关于AI 它也有很多一些真理性的话词 主要讨论 比如说AI是创作 还是在进行磨法 它真的是在创作吗 它真的具备主动的创作意识 还仅仅是它因为学习了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样子 它掌握了一些概率的一些程序 一些方法的能力 做出来了貌似创作的东西 这个能一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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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那我个人现在倾向于 还是认为AI本身并不具备原始的创作能力 它只是学够了足够多的东西 然后让人觉得它具备了这样的 本身它还是基于背后大量的数据 的方法和这些事情 所以从这点上来说 我仍然认为人类的创作能力 是包括远远超过目前的AI 因为人类它具备 具备非常多的这样的联想 把不相关的事物联想起来 然后转换能力 有评理心等等等等 那所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AI的意识办法还是学不到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AI的艺术家试业们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了 我觉得AI会让很多就是满足于 从事一些机械劳动的艺术家事业 这个怎么说呢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比如说 像我们的游戏女士 你是一个单地模型师 你满足于就是你去 他这一个礼拜的时间说 好好地建一个这个咖啡杯的模型 把每一个细节雕刻得非常精致 这个就是我可以将来作为终身吃饭的手段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你可能当然是个失业 你就可以为情地替代掉 但是如果你是你不断地在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机器 你能够做非常多的创意性的这样 那我觉得你依然是会保持一个非常有强大的竞争力的 而且如果你愿意学习相关的AI的一些工具 就像我刚才介绍就是像Longway啊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运用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过程中去 就是让工具 不把工具你放在自己的对立面 而让它成为自己的助手 那么你可能就会拧先一步 会在这样的一个 在将来的发展 创造这么多的价值 所以AI的话我会 我认为它会让艺术家如主偏意 从机械的脑洞中给解放出来 释放去更多的创造力 那么我们一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工作 可能是找到 学术需要心心上想 不够更简单 不够更简单 不够獨立完成成功 那么难被人工智能处带的技能 是我们设效的机会 我们的同理心 我们的联想能力 我们的联想能力 创作能力 我们的感知能力 等等 这些事 我认为我们的联想能在很长一段时间 还是难以替代 今天的我们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胡老师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有五分钟 因为原本安排了一个答疑的环节 可能五分钟 我们能有一个问题的时间 我刚刚已经把同学们的反馈 发了一个图 到我们丁丁群里有很多 然后后面我们都没结 我挑一个问题 好吗? 胡老师 好的 好的 那我随便提个问题 你说 您可以挑选 您可以挑选 您这边 如果选好的话 您告诉我好了 好的 您觉得未来的游戏 是人类可以沉浸在虚拟构建出的游戏社交空间中 例如同好玩家 还是虚拟世界实体化 流入我们的生活 目前的技术方向更偏向于何 哪一者 无论是人类生活 虚拟世界实体化 是否会对人类的新生 环境社会结构造成物质的影响 我们又应该如何选择未来游戏的走向 这问题很大 提的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好 这其实就是目前来说 我们知道的两个大的热门方向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终极化的一个结果 我们的VR的技术 一个是AR的技术 AR的话是指现实世界增强 那么如果现实世界增强到了非常 就是说 就是大成了一个阶段的话 我们可能就变成虚拟世界的一个现实世界 就是我们走在路上 比如说像 之前大家可能有没有看过 就是预避的看门狗这个游戏 那么你走在路上 你有一个AR的眼镜 然后看到每一个人 你都可以读出他们的信息 他们的职业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出来非常多东西 然后你同时你就可以跟他们交互 然后进行这个游戏的体验 可以基于这种真实世界 做非常多的游戏 比如说像 就是Pokeman GO 我也许不需要叫手机 不需要手机 那么大街 我都可能都跑到西藏的程度 可以去做捕捉等等 这个其实是 就是我们虚拟世界的现实化 那么另一条路是VR VR就是我们叫做这个 就是真的是虚拟的这个世界 就是现实世界的虚拟化 那么我戴上VR眼镜 我其实本质上我的 我是跟现实世界是隔离的 但是我里面体验到的是一个 已经虚拟化了我现实世界 那么在里面的话我可以通过VR眼镜 我可以上天入地 我可以到太空中 可以到可以穿越过古代等等等等 然后这一块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多的研究 从近十年来 从热门到重点 到目前来说已经衰落了 其实是 它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探索之中 那么它目前来说 没有完全流行起来的一个原因 就是还是有很多技术问题 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VR最大的一个技术问题 就是说 它其实会有 产生一种恐怖股 就是说 当我们VR做的越来越接近 这个人的真实的体验 但是你真实体验又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 你的大脑会带来强烈的不适应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戴上VR眼镜 你现在就是在模拟自己 在一个高速列车中在前进 但是你的身体 第一你的视觉上面是带来这样的感觉 但是你的大脑 你的身体 你的加速度的反应性 很多东西你并没有相应的跟上 经过人类的牵连的进化 你很多东西 你不只是视觉来判断 你要通过听觉 你要通过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感觉 来判断 在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会产生大脑认知的失调 大脑认知失调之后 产生的一个最直接的感觉 就会觉得整出 基本上像我这样就是 玩这种3D的游戏 就是说我可以玩大四五个小时没有感觉 但是我一般戴上眼睛 我大概三个小时 我就会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不适应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块的话 还是技术上面要有突破 之后才能谈得上 最终的我们可能的虚拟 就是游戏 就是游戏画的一个 像头号玩家那样的一个 真的一个就是虚拟的游戏世界 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 一个方向 好 谢谢胡老师 帮助 você 谢谢大家